2月8日 世界青少年文学艺术联合会 在洛杉矶举办第17届世界青少年艺术节 及第8届阳光饺子节 中国飞夷传承人 简纸艺术家刘纸军给节日带来了 纸军简纸艺术作品展世界星 这次展出的作品有116幅 题材多种多样 有亲情 年节庆贺 福祉招财 人物莲普等 刘纸军还特别定制了精美的水杯 赠送给来宾和参与者 给节日增添了喜庆和温馨的气氛 南加州美中经贸文化艺术联合会会长 美国阳光教育学荣誉院长孙伟 亚裔青少年中心社区公关经理陈凤怡 到场致辞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世界阳光女人联合会会长努力池 带领会员参与并致辞 拉庞提市世界纳萨勒教堂的牧师和董事会成员 也参与了本届艺术节和饺子节 刘纸军给参与艺术节的孩子们讲解了他的作品 并亲手示范简纸的制作 主办方给参与的孩子们颁发了优秀学生奖 优秀组织奖 积极参与奖和努力学习奖 参与艺术节的孩子们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包括舞蹈 鼓针演奏 钢琴演奏 小提琴演奏 来宾表演了萨克斯风演奏 迷你小乐队表演 合唱阳光校园之歌 感恩的心等丰富的节目 活动尾声 所有参与的嘉宾和孩子 一起包饺子 欢欢喜喜 过大年 华夏电台记者拉庞提市采访报道